大家好 我是杰克 这次来说怎么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Stable Diffusion 这个AI绘图软体跟一些简单的设定 我自己使用下来觉得Stable Diffusion这个AI绘图软体 比之前介绍的Discord Diffusion好用非常多 因为它的模型非常的多样化 操作上也简单很多 不需要用到很复杂的程式语法 甚至还有中文介面 片头的图片就是用Stable Diffusion画出来的 那我们准备开始吧 影片里面用的档案跟程式我都有打包成一套 可以直接下载 如果不放心的话下方也有附上原始连接 那就开始安装吧 首先安装Python 版本号是3.10.6 如果之前有安装过别的版本的话 建议是把之前的版本移除再重新安装 安装的时候左下方的对话框记得打勾 把3.10添加到路径里 按下安装 跑完之后上面会显示成功 直接按下关闭 接着安装GIT 安装的时候没什么需要特别更改的设定 全部都点选下一步就好 跑完之后把上面打勾的部分点掉按下完成 在桌面空白的地方点右键 会看到右键的选单多了两个选项 点GIT GUI here 会弹出一个视窗 我们点中间Clone开头的这个 接下来开始打指令 指令的部分我有打在影片下方 或者是整套打包的压缩档里面 有一个All Command的文字档 里面有所有要用到的指令 把指令复制到上面这一行 接下来可以看到右边有两个浏览 我们点下面这个 选择安装的路径 我是直接放在桌面 选好之后打上斜线 创一个资料夹名称 最好是英文的 我直接打AI 按下Clone就会把程式下载下来 完成之后会出现这个视窗 直接关掉就好 打开AI的资料夹 接下来放模型 路径是这个Models 点进去之后还会有一个Stable Diffusion 把模型放到这里面 顺便安装繁体中文的语言模组 顺便安装繁体中文的语言模组 路径是这个Localization 把ZHTW的语言模组放到里面 回到AI的资料夹底下 我们再对Stable Diffusion做一点优化 对Web UI User这个档案右键 点编辑 会看到记事本打开的几行指令 重点是倒数第二行这个 Command Line 在等号后面贴上这个指令 XFORMS 这样可以减少系统的负担 还可以提高图片运算的速度 如果你的显卡不到8G 4到6G的话加上这个指令 NED VRAM 不到4G的话加上这个 LOW VRAM 输入的方法很简单 只要在上一个指令后面加上空格 再打上新的指令就可以了 像这样 注意哦 显卡不到8G才需要输入这些指令 不然的话算图的速度会变慢 我有把指令放到文字档里面 大家照自己的需求选择 存档之后关闭 直接对着Web UI User这个档案点两下 就会开始安装了 如果在安装的过程中 不小心把这个视窗关掉 想要重新安装的话 记得把主程式底下的VEMV这个档案删掉 才有办法重新安装 安装的时间蛮长的 大概要10分钟 我直接快转 跑完之后会出现一段IP位置 把IP复制到浏览器底下 会看到这个画面 这样就代表安装成功了 可以把位置加到书签 这样下次就可以直接启动 进到设定页面 我们先把语言改成繁体中文吧 往下滚动会看到这个 Localization 点下去之后 可以看到ZHTW的这个语言选项 点选之后 把选单拉到上面 按下确认设定 确认好之后 拉到底下按下Reset 这样介面就变成繁体中文了 再来安装一下脸部修复 把GFPGAN1.4这个档案 放到这里 路径是组成室里面的Models 点开之后会看到GFPGAN这个资料夹 打开之后贴上 这样就好了 在开始深途之前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常用的部分吧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模型 我们刚才放了两个模型进去 左上角的选单点开可以看到 这次介绍的模型有两个 一个是768开头的这个 它是Stable Diffusion的原始模型 这个模型比较杂一点 各种风格都有 另外一个Anything这个模型 比较擅长画动漫角色 先选Anything 选择模型之后打开终端 可以看到需要Loading一阵子 完成之后会出现这一行Model Loading 往下看会看到采样迭代步数 设定的越高画面上的细节就越多 当然一张图就要算越久 先设个60好了 再往下看到采样方法 采样方法的部分可以随意改变看看 画出来的图片风格都会有一些差异 我这次选这个欧拉 然后设定宽高 基本设定是512×512 只要记得不管你用什么样的长宽比 数字都要是8的倍数 例如产生4×3的图片 就设定1024×768这样 要记得哦 不能设太大张 大概1280×1280就是极限 脸部修复还蛮好用的 可以打勾 深层批次就是一次要产生几张图 最后是提词相关性 代表画面跟你的提示词关联性有多高 一般我都用大概10-15 这次设个12好了 会用到的大概就这些 那开始画吧 假设我要画一个金发红叶的女生 穿着洋装 晚上走在沙滩上 我们直接把这段画打到Google翻译上 把英文的部分复制 放到上面提示词的对话框里 通常会在提示词上面再多加上几个 例如大师画作啦 最高品质之类的 每一个题词用逗号分开 至于下面的反向提示词 可以打上你不希望发生的内容 例如我不希望它很曝怒 画得很丑 之类的 常见的大概有这一堆 我一样有放在 All Command的文字档里面 然后画个10张好了 按下生产之后可以打开中端机 看一下它的进度 通常第一次跑的时候会额外下载一些模组 可能要一点时间 如果没反应的话可以在中端机的页面按一下Enter 有的时候中端机会卡住 这边模组载完就开始画图了 事实上没画这么快我这边有快转 跑完之后就可以在网页视窗上面看到成品 点开这个资料夹的图案 可以打开放图的资料夹 这些就是刚才画出来的图 有些还是漏太多了 我这边稍微放个几张 使用完要关闭的时候 记得打开下方的中端 按下Ctrl加C 如果输入法是新注印的话 记得切成英文 输入之后会出现一个确认关闭的视窗 按下Y再按下Enter就好 记得哦 此关网页是没有用的 它还是会占用你的显卡记忆体 下次我们再来介绍 怎么用Tag的方式提词 还有其他功能 例如怎么把图片升级到4K 甚至8K 或是用图片产生新的图片 这些常用的功能 那就这样吧 下次见 Bye